客场四球大胜亚特兰大队 对于这样的结果 相信就连罗马队的球员们 在赛前都不敢这样想 北京时间12月18日晚间 一甲联赛第18轮迎来一场焦点战 罗马队客场挑战亚特兰大队 最终红狼依靠着伯拉罕的 没开二度外加扎尼奥洛和斯莫林的进球 客场4比1大胜联赛排名第三的亚特兰大 此一四球大胜亚特兰大队后 这是罗马队自2020年8月以来 第一次在一甲联赛中 击败联赛排名前五的球队 要知道红狼上一次能在一甲联赛中 击败排名积分榜前五位的球队 还是在2020年8月 客场3比1击败 已经提前锁定冠军的尤文图斯 红狼客场重伤女神 本场大胜对于罗马全队来说 是极具鼓舞和激励作用 莫里尼奥的球队 用实际行动向所有人证明了 这支幕式红狼依旧不容小觑 如果罗马队能够将大胜亚特兰大队的势头 延续下去 本赛季争夺一张欧冠入场券 还是相当值得期待 罗马客场大胜亚特兰大队 莫里尼奥也算是 间接帮助了老东家国际米兰一把 毕竟亚特兰大队本轮没能取分 真蓝黑与国米之间的积分差距已经有6分 由于本轮一甲联赛 AC米兰将与纳布勒斯展开直接对话 只要米兰无法赢球 国米将会在一甲领投羊的位置上 进一步巩固积分优势 对于自己间接帮助老东家国际米兰 木帅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 却并不这样认为 这位国米功勋主帅的赛后采访 更是感动无数国米球迷 莫里尼奥表示 对阵亚特兰大 纳布勒斯以及米兰这样的球队时 仅仅依靠战术组织是完全不够的 还需要个性和态度 我们在这场比赛中 对阵亚特兰大展现出了我们的态度 我在这里没有说到国米 那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在一甲联赛中 是另一个层次的 他们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赢得冠军 他们的比赛内容和阵容都是最好的 在莫里尼奥的心路中 本赛季的一甲冠军争夺 未免冠军国际米兰 毫无疑问是另外一个等级的球队 AC米兰 纳布勒斯亚特兰大队 只能算作是一甲争冠的第二梯队 间接帮了老东家一把 成功阻挡国米争冠对手的追赶步伐 木帅非但没有腰功 还不忘为老东家打气和鼓劲 果然国际米兰对于莫里尼奥而言 确实是无可取代